幅度呢都让人觉得啊高开的挺多 那么科创版在这个位置当中的27只个股 前后节奏上还有未来在筹码博弈 乃至未来我们在价值选择过程当中 是不是要有新的思维呢 一会儿都和大家来说说 那北上资金在结束了6天的净流出之后呢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净流入的状态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点上 也有这个加仓的可能性呢 但也有人说今天虽然反弹 但是缩量的 今天我们三位就来和大家 说说这个缩量的反弹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吴文昌 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杨潇磊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主超 三位晚上好 这一时段您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吴文昌刚才也提到了说 三大股指一起上升 虽然缩量 但是大家觉得在这个位置 你再打到下面这个空间 虽然有人还在犹豫 是不是还要探还要探 但是只要他能起来 大家就带着一线希望 这个修复行情开始了吗 我呢因为相对来说 我不是很悲观 上周节目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有一点 就是应该说在 之前抱团消费 在向科技 甚至是向一些题材 去进行切换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排名上非常多的信号 我觉得它是一个转换的速度问题 而不是说是不是在转 那么我们相信 现在这个情况是在转 那么在这个情况当中 我们之前提到过 任何一次一个板块 一个大的板块 或者一种分片向 另外一种分片切换的过程当中 不会是无缝衔接的 一点也不跌 然后换下一批东西重新起来 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尤其是像这种二八切换 大小切换很少出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之前上周有观点 就是说 这个在切换的过程当中 容易假摔 那么没想到呢 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 没多久 大家看到这个外围有声音 所以造成了市场连续出现了 比较大幅度的连续的这个下跌 那么我记得我上周节目 还说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短期市场 突然出现下跌 我们当时可能认为是一种假摔 如果突然出现下跌 我可能后面就不悲观了 那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 我们不悲观 我觉得我现在很不悲观 为什么 在科创版 这个应该说这两天 已经分化的比较明显了 这个成交量 包括它整个的震荡幅度 其实正在逐步逐步的萎缩 那么其他的这个抱团品种 大家也看到 一点一点其实在松动 整个的成交占比 也在逐步逐步的减小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科创版 这个给大量的题材 尤其是泛科技 大科技的当中 这些公司 腾出的这样的一个 估值上的一个空间 另外不知道大家 如果盘面上就是经常 比如说有买卖的 像我们这种有买卖的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 天然会有种感觉 比如说 哪种类型的东西 今天涨得不错 比如说像昨天 全商有动 今天银行有动 这种对大量 很明显能感觉到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哎呦 茅台又动了 比如说我的 我们下面小朋友会说 哎呦 茅台又涨了 它会有 就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反馈 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是偏二线的一些 应该说是 有一定基本面的一些品种 它的这个上涨 是比较连续性 比较连贯性的 并且我们看到了 成交量比较大 我现在不能够去点哪些股票 但是有一些偏二线的一些品种 尤其是范科技类的 像5G有 跟5G有一些关系的 我们看到它的成交量 我们先不说它涨幅 成交量始终保持一个 比较饱满的一种状态 成交量应该说在这个 这一个多月当中 大盘是一点一点在萎缩的 缩到了1300 400亿这样的水平 但它的成交量呢 在最近这两周里面 成交量是逐级的在放大 这种情况很明显是一些 增量的 或者说是一些机构的资金 在选择这个不停的在买 下跌的时候 它不愿意跌 上涨的时候 它的这个中阳或者小阳 特别扎实 所以我们觉得 机构在这段时间 可能再给它一些时间 我觉得这个市场 在这个位置上 应该说不要过于悲观 而且我觉得 未来一段时间 应该是足迹向上 所以我在这儿的话呢 是代表一个比较 乐观的观点 其实刚才吴文昌的观点 包括他自己总结 也非常明确 对后期乐观 对 乐观 小蕾有这么乐观吗 因为你一直是 从4月份开始 到现在 一直告诉大家 没有参与市场 没有参与市场 现在也还处于这个状态吗 我们反正还是 5月6号以来 就5月6号集合竞价空唱 到现在三个月吧 期间只做过 打新基金的买卖 其他还是没做过 什么太大操作 但我是觉得呢 这周周一周二 大家比较恐慌吧 但实际上 我觉得离我入场的标准 已经开始不远了 因为我原来设定的标准 是2700 怎么拍出来的呢 也不是图 也不是波浪理论 是按照估值拍出来的 从10年以来的 历史估值底部来看 上征大概对应2700左右 那么我觉得 在没有太大的外围 或者突发性的 利空的因素影响下 我觉得2700 应该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刚觉得可以下手了呢 这两天又涨上来了 所以我们觉得 在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也在 前两个月说过 就下半年 如果我们要大幅翻多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或者说三个条件之二 一个条件是 外围超预期缓和 第二呢 就是从流动性角度来讲 需要有降息 或者有 第三点是 要有房地产的全面放松 那么现在来看 我们可能的 潜在的三个翻多的理由 已经有两个基本被证为 但下半年降息 我觉得这个概率 依然是非常大的 而且市场 已经开始有这个预期了 开始price in了 所以我说 我觉得在这种大环境下呢 可能下半年 我觉得指数上 不会有什么太大机会 可能就是2700到3000 之间徘徊 那么我们在2700附近 愿意入场呢 也并不是说 博一个短的 我们现在交易愿望比较差 一般来说 我们是希望在一个 比较安全的位置 因为2700 肯定比前段时间 2900多 3000的时候 来得安全一点 那么在那种时候呢 选一些 比较机优的品种去介入 长期持有 可能是我们的策略 而至于科创 最近高弹性的 这些神仙打架型的品种呢 我们觉得 认清自己能力圈吧 我们觉得可能 并没有太大参与的能力 反倒还是用 打新的方式 去获取稳定收益 可能是我当前觉得 从资产配置角度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科创一会儿我们还会 跟大家做一个 适当的关注 你刚才说神仙打架 其实是说 现阶段 它的筹码博弈色彩 比较浓厚 对对对 来问问祝昌 一位是乐观 一位呢 似乎还在 还是谨慎 还是谨慎中 还是谨慎中 没有改变 从5月份以来 对市场的这种观望 还有就是 甚至是空仓的这个策略 祝昌呢 首先我的观点是 这一轮的行情 主要是受 全球性的这样一个 全球资本市场的 这样一个大幅回落 引发的这一波调整 我的观点是 短期来看 指数没有太大起色 但是绝构性的 抱团这种趋势 还会加强 这种是一种 我认为这种加强 是来自于 这个结构式的 这种板块的抱团 那么对于 指数的一个判断 我更倾向于是 可能在跌破2800之后 指数会有反复 要反复确认2800是否能够 在未来一段时间 短期能够收复 我觉得这是一个判断 指数的一个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但是如果从 第一梯队的这一类 核心资产来看 我认为其实大家现在 特别是对个人投资来讲 择时的难度在加大 因为我们看到 机构投资人 他们其实是不择时的 他们更多的是 重行业 重公司 那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你也会发现 择时的难度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有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 可以适当地去看 因为这一波行情 我们说这个 从今年年初以来 这个2450以来的 这一波行情 更多的我们是看到 ET对的核心资产 我们以这个平安 招行 五粮业 茅台这一类品种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参考标准 就是当他们的股价 走出右侧趋势 什么叫走出右侧趋势 只要符合 二次均线向上 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技术上 就可以去判断 那么现在大家再回过头 去看这四家公司 他们这一类 第一梯队的这些核心资产 现在的股价 除了五粮业茅台 似乎还比较硬以外 那么另外两家 其实已经跌破了 二次均线 那么如果从一个 技术研判的方法来看 那么说明指数 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完全起稳 我指的一个起稳 就在择时上 你就看这四家公司 他们什么时候 集体站上 这个右侧的走势 出来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就定性为 这段时间的指数 已经是安全 或者说已经是适合 这个不管是相对活跃 或者说我们去积极参与 这个时候对指数端 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那么现在来看 这个要素还没有达到 所以我想说的是 跌破了2800 可能在2800 未来一段时间 它是一个分界零 就是判定指数 可能短期强弱的 一个分界零 那我认为 接下来段时间 可能2800还会反复 但是如果从中期 我们把眼光放远的话 那么我觉得 前面小蕾说的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认同的 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要等待 外围的一个大家 全球性的气温 那么这个释放 是适合做多的 那么如果说 全球还会有这样 或那样的一些事情 会发生的话 或者说 这个全球的这个动达 还没有完全结束 特别是我们看到 金价跟赢 这个赢价的这种走势 他们没有趋势性 走完之前 可能风险溢价的 这一类这个指数 还会往上走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应该说 对做多 或者说全面做多 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我的 对指数上的一个判断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最近这段时间 还有一个因素 我想说的是 其实整个 我们不仅仅是看 A股市场 其实我们看到 对相对的 这样一个资金面来看 我认为还是比较宽裕 因为我看到的是 期货端 很多一些主力单一品种 他们的一个活跃度 包括他们的成交量 其实是跟今年上半年 一季度去比的话 是明显的放大 那么说明一点 我们的这些活跃资金 其实在场外的资金 还是比较多 只是现在还没有看到 场内A股市场的一些 这个趋势性机会 他们是更倾向于一种 趋势性的机会 现在来看就是处于这种 相提震荡的这种周期 那三位嘉宾的观点 乐观 谨慎 要忠信 就是看市场的变化在定 我给大家播报一条 新华社晚间的最新报道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 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 美国的极限施压 对A股市场的影响趋于弱化 来我们看看最乐观的 就是对后市最乐观的文昌 就是我们刚才觉得 整个外围市场的压力 可能也是 应该这个话先问朱超 问小蕾应该 因为你是最谨慎的 先问小蕾吧 因为说外部压力 也是现在大家考量 未来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 就是声音 对整个未来 整个市场的判断 会不会发生影响 你是最谨慎的 先问你 其实我觉得从8月份 一些突发信息以后 整个市场表现来看 边际影响 已经没有5月6号那么强了 这个其实是 有一定迹象的 但是在这里 就是除了外围 有多方面因素 因为我们看到 全球经济 现在就处于一个 衰退的初期 全球各个央行 今天新加入降息的一个央行 对我叫塞尔维亚央行 昨天像新西兰央行 什么都在降息 所以在一般来说 在降息的初期 大家回顾一下08年 在全球各个央行 降息的初期 往往是一轮 弱势市场的中后期阶段 目前我们觉得 可能还是没有到一个 反转的时间点吧 至于说A股呢 我觉得在没有太大意外的情况下 我在2700这个位置 是不担心的 但目前位置呢 今年因为我可能把它描述成 一个螺丝壳里 做到场的行情 所以我对于螺丝壳的底部 可能会要求比较高一点 而最近呢 整个结构性的机会 确实是有 包括前两周的科创版 包括最近整个筹码结构 从消费股开始 向科技股在转换 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 自己把握能力很强 是可以 但是我们还是要 强调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测算了一下 从5月6号以来到昨天 所有A股的平均涨跌幅 是-13.7% 那么我们希望在一个 比较容易的时间段 去把握大概率 能够赚钱的机会 而目前来讲 这个时间段 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个外部压力 只是在你整个 未来判断逻辑当中的 一部分 对 来问问朱超 一个问 一会儿问到最乐观的 朱超 刚才你是属于中性派 就是说 看一步 决定市场下一步的可能性 从这则消息 从外部压力 它的这个极限施压 慢慢驱弱 这样的一种判断 这样的一种 对市场的一些声音来看 对未来A股 有没有 就是更偏正面的可能性 我觉得 今天的这个 一则新闻 我认为是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衬托 我认为这样一个 对下方的这种空间 至少大家 不会有太大的这种 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 如果从 单纯从技术分析 大家在讨论 是不是走 在走C的 ABC的这样一个 C浪结构的这样一个调整 如果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那么指数可能 它的一个空间 还远远没有到位 但是我更倾向于 完全用这个技术分析去判断 我觉得还是比较片面 那我更倾向于 其实在2007附近 跟小脸差不多 我觉得2007附近 其实不会出现 太大的这种空间 因为我的确认 我们看到 第一 如果说这个市场 没有赚钱效应 或者说大家都是比较 谨慎 或者是比较看空的话 那也不存在 结构式的抱团 我们看到最近段时间 包括我课程上 一直说的 像PCB的 这一些相关的科技公司 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 而我们最近也看到 创历史新高的加速 虽然不算多 但是我们看到 依然是有这种苗头出来 所以从我的感受来看 指数这一波 八月份以来的调整 更多的是来自于权重 权重大家知道 肯定会有 这个北上资金卖出 有这个大量的一些海外资金 在卖出 那么他们卖出 肯定就是高位的一些 这个前期涨幅偏大的 不管是消费百买也好 还是带权重的一些品种 他们会出现一波回调 但是你去看 如果说是明显有这个业绩支撑的 包括这个中暴玉批路 大家置地比较好的这类公司 它的重心是上益的 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结构抱团是比较强的 是可能你看到了机会 但是因为由于整个市场 或者说整体市场指数端 包括我们这个封篇端 没有出现完全付出之前 可能你是看到机会 但是我的仓位不会提上去 我们会建议我们的客户 在这一段时间控制仓位 去参与那种结构性的 创新高的品种 那我觉得你的账户 其实还是能够赚到钱的 但是可能整体来看 你会觉得这个钱赚的比较难 所以我比较忠心的是 我们对指数端还没有看清方向 可能还需要这样一个 反复确认的过程 但是结构性的机会 在当下还是比较确定的 其实你刚才说了 整个市场现在 由于分歧非常大 包括我们今天现场的三位 也各自不同的观点 因为分歧大 所以市场体现的是 结构性的机会 所以可能在操作过程当中 它的整个实战性的选择难度 也比较大 对 就是仓位比例上会比较难 来 问问这个吴文昌 刚才可能是不是为你的 整个对后市乐观 又加了一条理由 我觉得他们都指老虎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整个市场我觉得 可能大家都在看 这个压力的真实性 对吧 就是从我们的情况来说 我们的经济数据不好 但是我们的经济数据 我们的A股市场 已经反映了我们的经济数据 没有出现什么超预期的东西 第二 我说这句话 美国所有的资产都在天上 道琼斯指数也是刚刚创完了新高的 那我想说 虽然我们会看到 它每月公布的经济数据 尤其是比如说就业数据 比如说就业数据 是还可以 对吧 没有预期当中那么差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它分类项当中 每小时的实心数是不是在下降 这是不是很长时间以来 比较罕见出现的 它的这个 虽然用工人数在增加 但是是不是它的这个 工作时间在减少 也就是说 假使说 如果比如说全中国的人 大家所有上班的人 都是八个小时工作制 那理论上来说 平均用时应该是八个小时 理论上应该是八个小时 但是为什么在 就业人口数据数字增加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工作时间在减少 其实大家要明白 它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足为惧 而且我还是这句话 比两年之前 17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古载会三杀的时候 我们这个郑军会副主席 那个时候 有现在这样的底气 能说这样的话吗 不一样了 我就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过 我们一系列的 从17年开始 16年开始 17年开始 一系列的这些 包括供给侧改革 包括说逆周期调节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是一套组合权 这是一套组合权 就像一个受伤的人 本身可能受伤 感染 已经有了一定的 已经化了膿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通过一种 不能够通过 就是说比如说在包子的这种方式 我们主动的去排除掉一些东西 在可控的范围内 我们排除掉了一些东西 剩下的事 是我们比 现在我们把美国第一次的 这个降息 并出来了 如果未来两个月的数据 还一般 大家不要去听 鲍威尔的讲话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它的预期管理 是做的最好最好的 在降息之前 反反复复 加不加加不加 大家听了已经烦了 鲍威尔这个最后说完了以后 美元先是跌的 他说完话以后 美元继续往上冲 我们的汇率 为什么会往下走 其实都会是有关的 我们是做 他做的是预防性的 我们做的也是预防性的 所以我们认为 截止到今天 我们认为 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 都还是有地方式的 都还是有准备的 而市场对于我们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市场比起来 我们未来 政策腾楼的空间 其实更大 其实更大 我们的后收也更多 为什么那么多的央行 那么多国家的央行 和地区的央行 要跟着美国去降息 是因为美元原来 它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 如果他们抢先于美国降息 或者说 抢先于美国降息降得很多 造成一个负利率倒挂的话 这些国家的钱 尤其是比如说 外币计算的 比如说美元资产计算的 它会快速流出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病者不敢刺激 所以经济一直不好 美国降完了息 给他们腾开空间 他们才能跟随降息 而我们现在是 我们即使不降息 我们的情况 也比别人也好得多 所以我觉得是 有人犹豫的 我是觉得 所以因为 像刚才晓得也说到了 就是关于货币政策 我们一直说 是外部环境当中 很多东西 确实决定了它的高度 但是反不反弹 会不会反弹 我还是觉得 和货币政策 是第一正相关的关系 你说到这个货币政策 这两天流动性改善 直指券商 从昨天包括前天 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 券商也是有这个定向受益的这种状态 那你说了对后市非常乐观 那么在流动性改善 我觉得一点都不悲观 对 就是对后市乐观 比较乐观 对 比较乐观 应该说比较乐观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们看到有一些政策是 向券商倾斜定向的这个倾斜 那么整个市场的布局 可不可以把券商作为一个主力 因为券商是2019年 整个就是说 启动过程当中的排头兵 那么在经过下跌之后 这个时点上能不能做一些布置 我觉得这件事情分两步来说 第一 这个利率的这个下降 增进的这个利率的这个下降 我觉得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这个市场的整个的 无风险利率的这个下滑 就是说无风险利率 大家也看到需不利率 一点一点一点 慢慢再往下降 你说这个你这个借钱的这个利率 一直维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 其实它也不是很合适 那么我觉得这个第一是反映这个 第二呢 就是可能在经济业 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业务当中 或者我们也称之为这个 创新业务当中 你会发现 这个政经把你的成本降下来了 但是呢 他给客户的呢 不一定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原来融资率8.35 8.6 然后8.35 现在有些券商越来越降越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券商端的成本自己降了 他不一定会马上反补给客户 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这是一种竞争的产物 慢慢慢慢 有一家松动了 慢慢慢慢我们来讲 所以这个对于券商的一个帮助 是肯定是有的 这点是毫无疑问 肯定是有的 一定会增后他的利润 但是呢 同时 如果依靠降低利率 能够进一步刺激市场 其实咱们就是 昨天有很多人在辟谣说嘛 这不是央行降息啊 这是两回事 没相关系的 但是我们回想一下 把资金的成本降低 把你这个用资的成本降低 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变相 起到一定的刺激你去使用杠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它的作用 所以综合来说 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市场是一件好事 同时对券商短期应该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问问券商的注钞吧 就是昨天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消息 对券商的直接刺激 包括今天再加上刚才的这个消息 就是说你刚才说了 结构性仓位上有难度 可能在选择方向上也有难度 但是可能有一些消息明确之后 可能还是有一些选择逻辑的 短期有没有比较明确的逻辑方向 首先我觉得 昨天这样一个定向的这样放松 其实也是表明了管理层 在这个点位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今年来看 其实管理层对于资本市场 特别是A股本身来讲 他们的关注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这一些 我们总结下来是非常正相关的 所以对于整个A股的呵护 我觉得也是非常之高的 应该说是前十几年以来 我认为是今年是最高的一次 所以我想说的是 第一在流动性改善之后 这个你说从消息或者说政策推出之后 它可能会有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 但是从上一次下调的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一组数据是在04年下调过 14年下调过 那么14年之后我们看到是涨了1200点 那么现在来看 现在的氛围肯定是不会那么大 但是可想而知 我们的这个管理层的态度是放在这里的 所以我们对后市不悲观 也是来自于整个在这个地方 未来逆周期调控 包括对冲工具箱 其实我们应对的很多 这个金融市场的风险 其实应对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可能以前的老股民觉得 降硬花税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是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 恢复信心的方法 那么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一些 工具箱的一些推出之后 其实是给予市场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馈 那么对于这个券商板块本身来讲 我六月份是比较坚定的看好 它是因为我看到的是 它对于指数的这种对冲效果 是比较明显 也就是指数破坏 那么券商股的这种拉伸 包括它的一个人气的聚集 会起到一个明显的作用 但是从今天这样一个盘面来看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这个消息 大家去盲目的去买券商股 可能我认为券商股是在这个地方 短期难作为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早上涨得好的也是次行券商 但是次行券商可能也就表现了 大概半小时不到 就冲高回落 说明在这个点位 大家对于指数端并没有太大的信心 因为发动券商股的行情 肯定是要对指数有预期 那么现在来看 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券商股 可能在短期里面 它更多的就是一种叙事的一个过程 而且可能这一波的 这个重新发力的这个点 可能现在还找不到 因为我前面说过 今年的难是难在择时上 那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前面教的大家方法 看ET队的这些核心资产 什么时候走出右侧 那我觉得指数就开始 那个时候你再去配券商 我觉得可能角度会更好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看科创版的情况 今天的科创版迎来了第二批的新股 京城股份还有白储电子 开盘呢 暴涨了253%和218% 随后呢 一度拉升至300%以上的涨幅 不过呢 之后开始逐级回落 当下午收盘呢 京城股份收盘是上涨了272.36% 白储电子收涨255.61% 两支个股的换售率均超过了70% 而科创版首批上市的25支个股的股票呢 则是跌多涨少 到了这个情况之下 7月22日到今天 那我想问问就是你是 文章是参与这个市场 参与到这个科创版当中 感受如何 未来科创版 这个整个筹码的属性 是不是在渐渐地失去 整个市场要重新对 新旧不同时间上的这个科创版 做不同的策略考量 首先我觉得之前的这25家 应该说估值肯定是不便宜了 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 对吧 和行业平均比起来 然后呢 可能我们觉得在第一 第一个半周到两周之内 当时的水平呢 处于一个 就用市场的话说就是 这里面都是老油条 这个韭菜不多 所以呢 就互相之间我感觉 只有换手 股价不动小 在这个市场当中 可能最敏锐的资金啊 就是他们的整个 对市场的感觉都非常的高 整个市场当中 这些资金的活跃度 敏感度都非常的高 是是 我觉得这些资金呢 可能我觉得在第一周 或者是说第一个半周里面 基本上处于一个只换手 但是股价波动并不是特别大 尤其向下波动不是特别大的 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这个随着参与者的越来越多 之前我们记得刚上来的时候那天 这个周四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说这个市场比想象当中来的要少 当时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 这个整体参与只有百分之五点几 我们当时第一周的时候 这个数量和这个开户数和这个总资产比起来呢 确实是比较小 偏小一点 那么后面我们也看到了成交量走这个一百来亿 逐渐放大到了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四百来亿 这样的一个水平是至少翻倍以上的增加 而多出来的这些钱 这毫无疑问 随着多出来的钱的增加 参与扣创办的很多投资者 其实大家发现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它日内的波动加大了 涨幅加大吧 加大的 但是它的日内波动也在加大 在之前的这个除掉第一天的这个政府以外 后面几天其实大家可以看 它往下探的并不是很多 很快会被接起来 这说明资金本身在意愿在买 只要你回踩它就敢买 而在后面的波动当中 尤其是从上周末开始 很明显 回落下去以后当天收不回来了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每一天的龙头都不一样 而且往往第一个小时 跌幅最大的往往是昨天涨幅最大的 所以呢 这个其实科创办到今天 这个应该说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 这个参与的这个群体呢 范围越来越广 这个据我们了解 有一部分的这个 就像您刚才说到了 最活跃的最聪明的那些资金呢 其实是在一点一点在退出 另外我们还在龙虎榜上观察到了一个特点 有几个非常著名的油资协位 你会发现 往往当天冲的最多的 第一第二名 之后龙一龙二 你在 当天出了龙虎榜 它涨复大 出了龙虎榜 你只能在卖单上面 就是卖的前五名当中看到它 它前面买是无声无息的 你只要一拉它就卖 一拉它就卖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性 就是在第一周的时间 他们是无脑买入 可能每一个都卖 买完了以后他们也不卖 就等着 等着别人来拉 尤其是以 就是东方财富的那个西藏几个营业部为主啊 你会发现 基本上都有他们的卖单 先是抢筹 对 他们就买完 等着 然后你们在拉伸的过程当中 它逐渐逐渐就派发给你 逐渐逐渐就派发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上涨的时候 你看不到它的席位 一卖 每次 每天的这个第一第二名出龙虎榜 你会看到 都是能看它的这个买单 那是一个真实获利的结果 所以就是说 大家要在这个 发现一个特点 因为买的都是一些 就是说活跃的 今天买明天卖的资金 而卖出来的这些资金 反倒是最近这段时间 成交上特别大的那些资金 那祝超 其实我记得上周 你在做节目的时候 也跟大家在课程当中 包括在节目当中 也提到了这个课创版当中的 一些品种选择的一个话题 我印象当中是提到一个盘 就是这个盘子要小 也提到就是换手率 提到这两个指标 当时是确实是按照筹码数性 来进行这个选择的 现在25支已经出现变化了 又来了新的两支 今天开的幅度是 二三百的这个幅度 怎么办 首先我觉得第二批的 这一两家公司 它的一个赚钱效应 我认为不一定会比第一批来得好 首先他们的股价 绝对股价是比较高的 我们也看到像 安吉科技第一天 上市最高的时候 接近几百 那么但是它的一个绝对股价之高之后 你会发现 跟风的资金就比较弱 那么因为现在 不管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 我一直说 现在属于南海区 这个地方还是属于 比较有稀缺性代表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一波的调整之后 对于操作本身来讲 因为这是一个短期操作 短期的策略 我依然还是维持 我上周的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要规避 首先要规避 绝对涨幅短期偏大的 这一类品种 这一类品种一定要剔除掉 因为再追高的风险 其实是在加大的 而且你会发现买盘 你在实盘跟盘的 看观察的点的时候 因为我会每天跟踪一些 买卖委托的这个指数 你会发现 这一批前期涨得好的 到之后 它的一个满排的踊跃 都是不断地在减弱 那么说明 这个接力的跟风的 包括前面我们吴老师提到的 这个第一天涨幅好的 第二天它有可能 就是跌幅最大的那一个 这种市场 有可能就像我们原来做传统版 这个主板的一面 这就说明风篇比较弱的一个迹象 那么我的观点是 接下来一段时间 还是三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高换手依然要有 高换手表明了 参与的活跃度和资金 有这种接力的意愿 第二还是要正幅小 就是高换手低正幅 然后是重心上亿的品种 我觉得这一类品种 可能品种在经历过上桌之后 其实已经会过滤掉一遍 过滤掉一批 可能还有大概十加不到的 现在来看绝对涨幅不大 每天的重心还在上移 然后你去看它每天的换手 在三十到四十之间 这样一个正幅 还不算特别大的这类品种 那么说明筹码的锁定性 还比较强 我觉得在之后 可能还会穿插的涨 但是整体的赚钱效应 的的确确才减弱 那么这一 从这个上周五开始 有开始这种跳水了 我们看到是 跳水的迹象开始多了 因为第一周是没有跳水的 大家都是稳赚不赔的 基本上是 那么这样第一次的跳水 我认为在 不管是从交易本身来讲 还是这个观察盘面来看 第一次的跳水 还没有到恐慌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的跳水之后 反而还会有穿插的 这种第二次上攻的机会 但是如果第二次上攻之后 那我觉得 可能就是风险大于机会了 这段时间大家就要规避了 现在来看 我觉得还没有到 那个完全提示风险的时候 那其实首批25支 它是经历了没有涨跌停板的 五天交易 然后是进入了20% 涨跌停的交易规则 这个大家的整个状态都熟悉了 那么随着后面 可能陆陆续续零星上市的个股 虽然它的筹码价值有 但是集体拉升的状态 还有吸引力 可能会出现一些弱化 也请那些就是大家关注这方面 投资机会的朋友呢 也注意这些新的现象变化 好的 那刚才我们谈的是 整个大盘系统性的问题 一会儿和大家来聚焦 新股绝金 我们来谈谈这个中微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呢 南威医学 因为这家公司呢 是在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 上市第二天 就是25至7月22号 23号 是涨幅靠前的 第二天打起来 非常靠前的一支个股 我们一会儿回来 和大家聚焦这支个股 一会儿回来 板块轮动太快 抓不住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股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股拍各大应用市场 均可下载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家中用宴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阴冷的雨天 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 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 别忘了传递下去 传递温暖的你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私与行业 今天的科创版 《新股绝金》 吴文昌将和我们 一起来讲讲南威医学 吴文昌如果在讲 南威医学之前 是不是要跟大家 说说医疗器械整个行业 目前的基本情况 是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 这两年的话 整个的医药行业 医加药 这两个行业应该说 还是比较沉压的 从一致性评价 到带量采购 这个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也和我们 A股市场上 整个医药股的走势 相对比较疲软 和过去逆周期的 这种比较大的特征 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说的南威医学 也是属于医疗器械行业的 是比较标准的医疗器械行业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我们看到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 一个市场规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增速 应该说在 这几年应该说 咱们的这个实际经济当中 很多行业比起来 应该说是比较亮眼的 这个比较亮眼的 这个应该说 增速和国内 大家很多投资都能说出来 然后零化 医药的整个的用量 包括说 随着可支配收入增加 老百姓在教育医疗方面的 投入过越来越大 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关 总之呢 就是中国医疗器械 应该说在这些年当中 而且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的若干年份里面 都会呈现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增长速度 然后它旁边的这张图 是我们比较的是 有两根这个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一根线 是整个医药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增速图 一个增速的一个数值 上面一张图呢 是医疗器械行业的增速图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到 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增速 平均增速 还需要远高于 这个医药行业的 而整个医药行业的增速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逐年在逐步 逐步的在下跌 这种增速的这个下跌呢 其实反映了 应该说 尤其这几年 反映了国家 这个在一年 一二年开始的 整个的新医改以后 医保空费 封层就医 这个等等 这些这个 这样的一个理念 然后呢 这个南威医学呢 这个它有几块大的业务 第一块业务呢 就是比较多 他们做的最多的 就是一个叫做内进诊疗 胃肠镜 对 就是大家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 这个胃肠镜 其实大家知道 很多的这种疾病呢 真的等到它疼啊 或者说等到它什么的时候 其实往往 这个就晚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在 不管在体检当中 还是在一些定期的 一些医学报告当中 会越来越多的 包括医生 也会越来越多 去建议你 在如果出现 一些某些症状的时候呢 这个早一些 去做一些胃经和肠镜 以此来这个确定 这个是否有一些 不好的一个现象 然后然后确认 这个不好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 这张图呢 看到的是 大家看到 美国澳大利亚 等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每十万人 每十万人 这个他们整个的 这个做 未进和常进的 这样的一个人数 和中国比起来呢 应该说还是幅度 是比较小的 其实今天还有另外一张图 我没有放上来 这个指的是 这个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 最下面是435.98嘛 2006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数据 不到这个数据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这些年 我们国家 未常进的这个增长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老百姓的接触程度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趋势 可以在未来几年里面 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速 是问题不大的 就是拿了一些 它的主要的一个 对 这个业务对他来说 叫做内进诊疗 内进诊疗 然后但是他在这个 未常进过程当中 提供的是什么呢 提供的是 就是耗材 各种各样的耗材 这个耗材呢 这个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医疗器械行业以后 可能出现的 正在出现的一个 叫做两票制 这个两票制呢 可能这个对于 这个行业的这样的 也会有一个 重新洗牌的这个动作 但是目前来看 这个两票制 对于医疗器械行业 尤其是一些龙头的 医疗系列行业 应该说还是起到了 一些正面的一个作用 减掉了医疗 这个流通环节当中的 一些就多余的环节以后呢 这个整个医疗费用的降低 甚至是说一些龙头公司 它由于当中的经销商 不会被盘层层盘剥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实际销售的 这个价格比过去 它要来的价格更高一些 这个 而在终端呢 我会发现消费者 拿到的这个产品的 价格也更便宜一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 对医疗器械行业的 相关的一些 两票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呢 对这个行业影响 还不是很大 另外呢 南威医学的这个 技术含量 我们看到也是不错的 尤其在设备方面 像这个 在一些 我们看到的这个 成像技术 和这个航天信息 有竞争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成像技术上面呢 我们会看到和 这些国际上的一些 这个龙头企业 这个比起来 我们在部分技术 和部分参入上 甚至已经超过 甚至领先了它们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家企业的整个产品 的竞争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块是设备这一块 然后我们比较了一下 它和同行业公司之间的 一些这个特点 整个的研发费用呢 这个 南威是在5.33左右 行业平均是在4.79 行业的龙头乐谱呢 相对更高一点 合家相对更高一点 但是呢 这个 基本上它还是高于 平均水平的 然后这个 主营业务的一个 毛利率水平 我们也比较了一下 这个 在 勒普 在经过这两年 它整个龙头企业 因为它的整个的 这个收入啊 这个在整个 行业当中 是属于特别大的一块 那么它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两年 这个在整个行业 不是那么景气 或者说行业在 面临洗牌的过程当中 它这种 这个像龙头去进集结 像头部进集结这个特征 还是比较明显的 像勒普这个 从这个16年的 这个毛利率水平 60到67到72 还在进一步的提高 而其他的相关行业内的 其他公司 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而这个南威呢 这个略微有所增长 略微有所增长 也是高于 平均水平的 这家公司呢 应该说 是目前机构 相对比较喜欢的 三家比较喜欢的 公司之一 这个南威 中威和那个 南企 这几家都是属于 机构比较喜欢的 但是呢 这个当然估值也不便宜 但这家企业呢 我们是 我看到现在 是属于比较少的 没有看到 它有太多的瑕疵的地方 只是可能估值上不便宜 但是没有看到 它的瑕疵 而且它属于 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所处的 这个细分行业 属于在整个医药当中 罕见的 这个还在高速 在未来几年 可以预见 还在高速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细分行业 所以这家公司 我们看下来的话 可能除掉两票制 对医疗企业 未来的影响 有待观察 还有就是医药行业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 控费降费 对这个医药估值的 这个影响 还是蛮大的以外 其他的这家公司的话 我看下来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是南威医学 刚才呢 我们是从 医疗器械行业 包括南威医学 本身在行业当中 和其他同类企业的 一些对比 给大家做的 非常全景的分析 恭敬参考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 我们和大家 一起来聚焦一下 军工板块 到底有没有投资机会 一会儿回来 每天三分钟剖析重点 小谈热点 为你解忧消愁 我是莫愁 在谷拍APP 看A股 你莫愁 谷拍 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地球最大的威胁 就是我们以为 总会有另外一双手 去拯救它 然而 只有我们的双手 可以保护家园 垃圾分类 人人动手 挡元先行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那接下来 我们将聚焦的是军工股 那军工股今天是集体收涨 像江龙船艇 包括瑞特股份 还有中船科威 包括这个天海防务 包括海兰系 都是出现一个涨停 那我们看到 在应急 在中国应急 以及冲击涨停 包括整个板块 集体大涨的情况之下 军工股成为短期 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些 这个比较风口的行业 那长城证券也给出观点 说重点关注军工行业内 紧急度较高的航空产业 提到了终止股份和航发动力 关注军工电子源器件的 自主可控领域的个股 那个股呢 提到了 景嘉威 还有荷尔泰 另外也提到了 关注北斗 三号组网之后 北斗行业的应用爆发 提到的各股是 中海达和海格通信 小蕾 军工好像 我记得 我们之前聊过 这几年 三四年 都是跌幅 居前的板块 那么现在今年 业绩有没有回升 这些事件能不能激发军工股 在整个未来投资机会上的一些选择 好 杨子老师前面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业绩 第二个是事件 这是军工的典型的两方面的看法 因为军工其实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估值遥遥领行 业绩始终没有兑现 那么其实二三月份 今年市场牛市环境中的时候 我们是配了相当多的军工的 然后也建议大家买军工ETF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省事的选择 我觉得大家 其实以后越来越多的 可能会考虑买行业ETF 买卖又简单 然后流动性又大 手续费又低 但其实你会看到二三月份 包括这一轮进攻行情 我看到的都是和南北船相关的 就是军工里面和船有关的 这些东西涨得都不错 但是所谓的这些 卖方研究报告里面 推的这些航空航天的东西 其实今年涨幅都比较一般 主要是在于有两个比较 一个是中国船舶 一个是中船房屋 今年两次修改了 它的资产重组计划 那么今天也是在 昨天中船房屋和中国船舶 停牌之后 修改这个资产重组计划之后 受到一些事件催化的影响 所以没有停牌的中船科技 今天也打涨停了 我觉得这是科创版的资金 可能在重回主板 找新的弹性的一个尝试 但是对它的连续性 我个人是比较怀疑的 因为最近也没有看出 有什么特别多的 事件性催化的因素在里边 而实际上军工在 二三月份这种强势市场环境 中的连续性是很强的 在目前偏弱势的市场环境当中 我对它的连续性 是表示一定怀疑的 当然如果您看好军工 我还是建议您就军工ETF吧 反正大的权重也都在里边了 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 这些占它比重也不小 那祝昌在整个未来的行业选择上 军工已经趴了那么多年了 能不能适当的找一些机会 哪怕不是中期的 在短期有没有一些较好的配置机会 我觉得短期的话 今天早盘比较快速的 其实还是跟两船有关的 包括像这个江龙船艇 是第一家涨停的 之后像瑞特是跟风涨停 那么我觉得短期资金 既然选择了在这个点上 去攻击军工 那其实大家会知道 军工这一些市值比较大的品种 包括像中华省飞 包括像一些比较传统 或者说比较正宗的军工的一些公司 其实在这一轮里面 并没有出现一个 集体的这种板块性的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更多的是跟这个船有关的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我觉得从操作本身来讲 我认为更倾向于是一种短期行为 我觉得连续性依然是 值得考究的 另外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整个军工 比较核心 包括这个卖方机构报告 我们前面看到长城关注的是 军工电子元器件 包括自主可控领域 我倒是觉得这里面 包括像一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CEC 包括中科技 这些科研院所的 因为大家要明白 现在的风 既然从白马消费 开始从过渡到抱团 尝试大科技 那我觉得军工中的这些科技领域的一些上市公司 相当的公司 我相信他们会走得更长一点 因为大家如果仅看是船 那肯定就是一种短期思维 可能偏短视一点 那么当然短视的 它短期的这种收益可能也会有 但是你操作难度就会比较大 那么如果中长期来看 我觉得军工中 还是应该去挖掘一些科技型的公司 好的 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军工板块 那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下周日 居累将举办我们的线下交流活动 和大家来展望三季度 整体的一个作度方向 也分享科创版的交易模式 别忘了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1366-1948-045 1366-1948-045 如果您有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话 我们在我们公司与行业的 微信公众号当中 也有一些适当的一些活动提示 也请大家关注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是我们的明日市场前站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燃气宝宝提示您 发现燃气泄漏 请打开门窗 关闭总罚 并立即报修 燃气热线962777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成长就现在 板块轮动太快 抓不住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 股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股拍 各大应用市场 均可下载 好 欢迎回来 明日市场前瞻 看看三位嘉宾 对明天市场的涨跌判断 和操作提醒 朱超先来吧 我觉得指数端 2800点破位之后 它必然有一次 再次争夺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 不会一处而救 而且2800会形成一个 短期的一个反压位 所以我觉得 关注点就是 2800的得势 但是我对指数 其实最近是比较淡化的 大家还是应该 把重心放在这一些 这个有创新高的 这一类板块里面 包括像PCB 能够继续持有 包括像工程机械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亮点 那小蕾 明天还是继续观望 对 但我先预告一下 我觉得8月底之前 大概率会结束 观望的过程开始入场 8月底之前 对 对 但是由于我原来说的 三个翻多的因素 有两个基本被证伪 所以在今年我判断指数 不会有大机会的情况下 我入的仓位和 今年的二三月份 肯定不是一个级别 那你能不能再重述一下 你那三个 三个我可能看多的 三个因素 第一 外围出现超预期的缓和 第二 降细 最好是降基准利率 而不是降公开市场利率 第三 全面防通房地产 如果出现这三个因素当中的一个 那么下跌趋势能够稳住 如果出现两个应该可以反转 如果三个全部出现 那么今年新高也可能先掉 但是它出现的概率不是很大 好 来看看吴文昌的提醒 最乐观的一个放在最后 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建议给大家 这个市场不好的时候就最好别买 然后我们觉得接下来的话 这个市场会有缓慢推升 我觉得低买 然后这个2800附近 用之前的缺口 在2800附近争夺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在这里还会有反复 这个会不会还有回落 那我们不敢保证 但是这个由于短期之内 我们觉得这个市场 还是处于一个切换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 在切换过程当中 还是会经常有假摔的 是外围的这个影响因素 逐渐淡化市场 逐渐麻木以后 那么回落就是假摔 那就是说跌下来你要敢买 就是这个提醒 就是三位嘉宾 对后市虽然乐观 谨慎 忠信 有不同的看点 但是刚才在操作策略上 也给出了一个对应的提醒 供您参考 当然了 下周日居累的线下活动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我们将聚焦的是 第三季度 这各行情的展望 还有科创版的交易模式 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 1366-1948-045 1366-1948-045 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 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平台当中 了解到我们这次 线下活动的详细的内容 时间是在下周日 下周日 好了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吴文昌 杨潇磊 还有祝超 感谢三位 我们明晚再见 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丝淡淡相抽 只有走出去才发现相关何处 只有走出去才发现 乡村之力是如此宏大的叙事 产业兴旺是富裕的甘板 中国最美村镇平行活动 由第一财经发起 全国八十家媒体联合主办 2019我们一起去发现 乡村振兴的榜样 乡村振兴的长久 乡村振兴的特色 精准不贫的典范 2019我们一起去弘扬 金融健康绿色低碳的贡献之举 2019我们一起去发掘 创建乡村与乡村活力 2019中国最美村镇平选 共创最美村镇 助力乡村振兴 从语音识别到物联网芯片 可能那段经历是 甚至会用柔令两个字来形容 它为何提出云端心战略 我们在2015年 我们就开始自己组织团队 研发芯片 万物互联时代芯片鸿海大战 那给客户提供的不只是个芯片 是一个完整的方案 它如何脱颖而出 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 都不要忘记 这就为什么出发 中国经营者 专访云之声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黄伟 精彩不容错过 本节目由公银私人银行冠名播出 每一个人要没有国家的话 你怎么活 你到哪里去 身为中国人要尽力量 为人民做的好事 为国家做的贡献 探索吧 因为是不停的探索 我们的笑容热气 就很快又步伐出来 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充满了这个期待 拼你的智慧 拼你的这个掌握的知识 上一代是站起来 我们这代也强起来 但是你比你大点强 好给你玩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书床垫 遵享舒适睡眠 爱书床垫 遵享舒适睡眠 A股市场止跌反弹 互职收涨近1% 冲击2800点 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25亿元 第二批科创版公司上市 首日股价暴涨 业内提示 科创版个股基本面 短期内并不支撑大幅度的上涨 中国7月净收货数据均好于预期 前7个月外贸保持稳中提滞的发展势头 欧洲央行今天 明镜与点栏目